记者葛又豪高雄报道,高雄市新闻局邀请FB知名粉丝专页高雄点年轻设计师徐子健打造的2018年例,今早公开发放,截至傍晚14万份索取一空。 高雄市新闻局表示,今年的年历特别邀请已分享高雄轨道建设资讯的高雄点脸书粉丝团进行设计,年轻设计师徐子健以环状轻轨为中心进行延伸,展现高雄海空双港的区位优势,并以轨道路网串联12个月份。 高市府共准备14万份轨道运输年历,今天上午9点起,于市府四围及凤山行政中心38个区公所免费发送,由于这份年历活泼有创意的设计,印发年轻人在脸书上高度询问,今早各个发放点搭牌长龙,民众反应热烈。 新闻局也带着高人气的花妈人偶到年轻朋友常出目的高市图总管快闪发放现场民众争相与花妈人偶合照。 新闻局表示,截至今天傍晚,14万份年力已被缩取一空。 参与活动的高雄市滑板运动协会理事长张祥俊指出,市府请年轻人以轨道概念设计年历的做法相当新颖,有助于滑板群体了解高雄的新兴景点,大众运输系统的路线及转程方式,市府的创意值得肯定。